台湾艺人Sandy吴山儒 以一身低胸礼服出席代言活动 期间爸爸吴宗憲惊喜登场 不过献哥一出场就立刻抢进风头 因为他的左脸都肿了 搞到Sandy忍不住笑 你们能不能不要把Focus放在猪头皮上 我都忍不住好想笑 而且你这样子 你以为人家拍你所以你大咖 没有所以你好笑 真的 好笑的 我这个稍微肿不肿 有点像梁朝伟对不对 没有 没有 不要我说梁朝伟 像梁朝伟的膝盖 怎么会这么肿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他最近他去牙齿照顾了一下 然后牙齿因为是开个小刀 所以现在还没有消肿 今年Sandy接了多个广告代言 献哥也很替女儿开心 不过讲起Sandy接拍那一广告 他就立刻变脸 就是很谢谢大家照顾 对对对 但是以后如果在没有询问爸爸的角度 就去给我拍内衣广告 我真的不能接受了 好不好 除非是我去拍 我OK 你有人要看吗 你们如果看 你可以在那边看我过来这样子吗 可以看到我穿泳装你都知道 令人艳羡的身材 对对 二女儿就快出嫁 身为爸爸的献哥就说很舍不得 他还特地为爱女写了首歌 搞到Sandy都吃醋了 我还帮她写了一首歌嘛 她知道我写歌 为什么她有歌 你写歌给她 那歌本来是给你 你小的时候你写过歌给小妹了 对对对 那这一首真的写给你 她没想到妹妹超车 我一时写不出来别的就先给她 内容差不多 风轻轻地吹 我整个唱 你浅浅的笑着 你不要对我 你送给她了 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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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情趣很难控制 没关系嘛 你结婚的时候 这一首再唱一次 你就是偏心啊 我很生气耶 你为什么老是偏心他们 也没有啦 有 就是有 你比较厉害嘛 对 好啦 可是赶快结 注意 我不要 我现在已经就是 不要她写歌给我 很生气了 我就等到说 她结婚那首歌 更好听 如果真的也还好 的话就算了 如果很好听的话 我可能会先说 很生气